川普這個表現 我們男人的 Gas 氣坎 我真的 因為在那種混亂的狀況之下 他還能夠展現那種 企圖型戰鬥的意志 那現在我們觀察就是說 從川普跟拜登 從拜登的找不到方向 從拜登的跌倒 然後對照川普這一趴 坦白講川普會得分 而且會大得分 當選 那當然很多這個 民進黨他們一直 因為他們希望這次能押對保 上次押錯了 所以你不要 不然選舉沒有一定的 但是這兩個畫面一上來 你看上次拜登的演講一脫脫 人家就一直做廣告 短影片就一直丟 川普也一樣 這個畫面也會一直丟 而且那個T恤還意賣的什麼 瞬間不到三個小時就做出來了 就開始弄 那你再看 美國國會 他就邀請這個特勤局的局長 要來做報告 我要問問清德雄這有沒有違憲 好 你不是要找青鳥出來嗎 這就聽政權 這多麼重要 整個特勤維護 如果說今天對賴總統的特勤維護 出了問題國會難道沒有辦法請他來說明嗎 所以你們在抗爭所謂的什麼違憲完全沒有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來了 就是說台灣在這個當下 如果賴清德總統你繼續願意繼續這麼蠻幹 不去思考台灣的兩岸是因為中美之間的相應問題 坦白講這幾年中國大陸也很幸運 就是因為拜登跟川普這兩位老人家 給了中國大陸五到十年的時間 但相對中國大陸面臨挑戰也是更多 也不會因為川普出現或是拜登出現 就改變了對中國大陸的政策 所以台灣我們自己要看的就是中美之間的 相互的鬥爭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少 但不是今天我們的執政黨 他們一味就是覺得我往美國靠就好 而且四年前還靠錯了邊 剛剛許智傑在廣告的時候 還跟我們講說他很欣賞 希望這次川普能贏 其實美國誰贏對我們來講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我們怎麼做好自己 而且觀察中美之間的整個變化 你看從這個槍殺的事件裡面 第一個我在網路上 第一個吊出了誰 吊出了阿扁跟陳思佑你看 我們爸爸那時候319就是這樣 就是有可能打到尾遺度 難道你要說川普這個也是自己作假嗎 就是打到 巧不巧就會差一公分 所以打到尾遺度為什麼你們調查到現在 沒有還給我真相 所以這個什麼事都會發生 但我們觀察這個效應確實 這一舉手一張照片 讓川普在這一次11月的選舉大大得分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剛剛龍貴先生在說 我問我想到阿扁 其實你想一想 當時都說這是陰謀論 當時就是說很多國民黨說 他那個就是故意要插過尾遺度 你這個槍手你要多準你知道嗎 當然你看川普我們講說他真是命大 我相信國民黨也會這麼講真是命大 為什麼不講阿扁真是命大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說 那一種要用自己的身體去對抗子彈 要瞄得那麼細 然後而只是一個輕微的小擦傷 那真的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阿扁 我應該要替阿扁講個句話 那時候真的是面臨危險的狀況 他也真是命大 所以就沒有發生這麼嚴重的危險 當然就是說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美國誰演跟我們沒有關係 其實還是有關係 當然當時其實四年前 坦白講我是比較支持川普的 那時候我是擔心拜登他比較親中 拜登他兒子跟中國關係 還有一些生意上的往來 當時我們真的會擔心 不過坦白講 這四年來拜登的表現 在台灣這一部分 跟我們站在一起守護台灣這個立場 我覺得我們還是給予肯定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戰役 我想我們從旁觀者來看 川普應該是當選的 雖然現在換燈 換燈的聲浪還很大 就跟以前換柱一樣 明明知道不會贏 換了也不會贏 所以我是覺得川普應該是當選 不過剛剛川普那個瞬間的表現 明明說要勇氣 那個真的是不容易 你收到那個子彈 榴彈 子彈直接打到 雖然是耳朵 但是那種驚訝 那種驚訝你會這樣 被危安圍起來之後突然起來 你還能夠正被擊敷 我記得以前雷根也有一次 雷根也被暗殺過一次 後來沒死 後來他在某個場合在演講的時候 他那個反應也很好 旁邊好像有個氣球爆聲 德國 德國 雷根就說 你看這支子彈沒有打到我 他那個反應跟那個幽默 我覺得當總統的 真的是還不簡單 最新的陰檔看起來說 只有差一公分就這麼小 這一公分川普就爆頭了 頭就爆掉了 你看是多危險的 我去統計了一下 你知道嗎 美國歷任的總統 有氣味曾經遇刺 死掉了有四個 大家最熟悉的當然就是 誰殺了橄欖底 那個橄欖底 比較早起來有林肯 就有四個人 你就知道在美國 要當總統或者選總統的人 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跟我們台灣老講 你看也發生過這個319事件 可是我們也不得不欽佩 你看川普以前他有很多問題 我們都對他很多批評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這是遇刺的整個反應 他們說是不是天險之人 是不是天生的遠遠 你看那個耳朵都已經流血了 你看他一個站得直挺挺的 Fight fight 就是戰鬥 戰鬥 你看那個多大 然後他現在最新的講話 他說什麼 他說他現在去回憶 他那時候被打中槍的 那個時候那個當下 他說我那時候心裡想的是什麼 要團結美國 多厲害 多厲害 他說從現在開始 我進前代會 我都不會再罵拜登了 你看那個縮染人心 那個整個氣勢 我們來看那個影響有多大 之前在辯論會之後 拜登就已經搖搖領先了 他那時候民調已經領先4到6% 川普搖搖領先4到6% 更重要是什麼 七個搖擺州 他贏了六個 這一次如果 這一次完以後 你最新民調在做 一定又大幅領先了 你看1981年那時候 雷根遇刺對不對 人沒有死掉 他民調增加了8% 所以你看如果6加8 所以有些人就是勝負 大概已經定了 就大概進入那個垃圾時間 當然就是會不會像剛剛鳳姐講的 有什麼世界大戰 所以有特別特別的事情 要不然看起來 我們可能真的要準備一下 真的川普又回來 川普回來很多人在分析就是說 世界的局勢可能最倒楣是南韓 在現在還是烏克蘭 就是說你自己要買武器 就是說不會再對你那麼好了 第三個可能倒楣就是台灣了 所以我們自己要非常非常謹慎 另外今天有個事情我要特別提 你知道嗎 發生了這個槍擊案 美國的眾議院監督委員會 馬上就要傳訊 特勤局的局長 齊特爾 他要做什麼事情 7月20號要辦聽證會要作證了 他們說要給全美國一個交代 特勤局長馬上就要去了 我就要問 大家有很熟悉這個字眼 在國會改革中間有所謂聽證會 對不對 現在PTT上面已經很多人在講 說清鳥要不要出來講 美國在開聽證會 你們有講他違憲嗎 賴清德要不要出來講 美國開聽證會也沒有違憲 為什麼美國發生一個重要的事情 馬上就有調查 馬上就有聽證會 為什麼在作為改革 我們學美國 引用美國比較先進的 為什麼變成違憲 我也特別呼籲 拜託一下 道老闆 你馬上就要釋憲 可是裡面至少把聽證會 把聽證權 把調查點 留給台灣人好不好 這8年有太多的弊案了 陽光要照進立法院 包括超私雞蛋 我擔任這個召集員 我被推擠為召集員 嘉俊也是我們的成員 經濟委員會 我回應全民 全民都說超私雞蛋 進口的雞蛋 從去年到前年 趙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統計 光是去年那些蛋 錯誤的政策比他們好嚴重 你知道嗎 浪費人民10億 這個數目是多嚇人一個 可到現在沒有給我們一個真相 然後再往前年去看 買日本蛋 一樣是超私 買一顆蛋 算兩顆的錢 這邊當然會有多少人民的名詞名膏 裡面沒有官商鍋傑嗎 留下來 給調查權 給前面一個交代 人民要真相 我們調查到底 聽證調查權 同樣不同歉 我們要給美國可以 每個人都一樣 你比如說像直選 反直選 美國有嗎 沒有 沒有 像這個調查權的給我們 你看那麼多案子 人民是要吃到最下 但是就是說那個範圍 就是說它是有範圍的 一定在司法裡面 你就不能調查 這很簡單的得力 本來我們就是武權分立 你今天是司法的範圍 司法一直審理 你調查當然不行 是監察院的監察權 所以就是說 我說一樣這個東西 你比如說國會改革什麼人 不同意 都同意 但是你們是國會改革 我們你們是國會擴權 你比如說你調查權 去干涉到司法權 所以我們認為不可以 反直選這個部分 其實美國其實他們的 國會也沒有在質詢官員的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質詢反直選 這些都是我們自己選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國會改革我們同意 這個聽證調查權我們同意 但是你標準 你要學美國 你就學一字 你不要學半套 我說那種就是一樣不一樣 所以在我的看法就說 這個是國會擴權 而不是國會改革 志杰講說不要侵犯到司法權 本來我們立法院的這個調查權 本來就跟他沒有侵犯 而且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今天 我們在上個禮拜通過的 經濟委員會的 進口雞蛋的調查小組 他查的是什麼 他不是只有司法 北檢在查的那個什麼超私雞蛋 他是整體的 從去年全部都查 去年一共有四交有進口雞蛋 前年又有兩家 你看那數目字6比1 當然就不一樣 時間點一個是 那時候去按您升高以後的 查超私雞蛋 我們的範圍是全部有兩年 時間兩年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做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發現就是剛講的 你光是一個去年 你10億的蛋買了對不對 前年你現在發現 又是超私一家50萬的資本額 他又去做了那麼多的一個生意 他這輩子只做了兩筆生意 一筆就前年這個日本蛋 去年是巴西蛋 10年不開張 開張40年 裡面你們賺了很多錢 我剛剛講的賣一顆就賺兩顆 誰讓他買的 這裡面有沒有觀賞過誰 當然是要查的 我們查完之後 真正有刑責的問題 還是要送到司法機關去 對不對 如果檢察官不起訴 如果沒有判刑 那是檢調的問題 我們先做這一塊 如果有牽扯到 要送到監察院去彈押的 就往監察院去做 我覺得這三個機關 基本上是相輔相成的 可是你不能夠說 每次這個北檢人 那麼多人去案名申告 我們後來去查 去年去案名申告 到今年我們立法院開始 包括家境我們去追之前 9個月被告的人 關係人一個都沒傳 當然要立法院去查 對不對 我們至少喚醒了 就是說司法單位 要去重視這個案子 要去查 第二個我們的範圍是更大的 而且我們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要做的是制度的健全 我們查完之後發現說 很多都是透過農業部 把我們人民納稅錢給的中央續產會 中央續產會現在沒辦法監督 都是他們拿去賣 以後中央續產會要修法 對不對 我們查一查之後 中央續產會還要退錢你知道嗎 我們先把它查清楚 然後把法令上 中央續產會有怎麼監督對不對 以後他要依照這個採購法 或者說以後裡面有法令 立法院就是負責立法跟修法 制度不見錢 我們去把它完整 把它做完整 然後對人民才有交代 人民有這麼高的期待 當然立法委員要辦理這個職權 陳水扁昨天居然第一時間就反應了 講到阿扁的我是感慨有夠多 我在2019年補選的時候 其實我所有的民調我都贏了 贏過國民 但我知道我也知道說 只有一個人出來我會輸 因為我那個選區就是冒刀 我記得我還記得我在節目上講 我阿扁的我告訴你 這補選嘛 一個補選而已嘛 你忙碌 九位他就是碌 他沒有碌他就是碌 又叫丹地中等 你要看陳水扁當時對於這個 整個選舉的 我記得319當天5點到6點 我在中廣主持一個節目 就是在講 合約就簽到319 我一下節目我拚到台南市黨部 所有的廣告車輛什麼 全部所有人都坐在黨部前面說 為總統祈福 民進黨所有的宣傳車都走出來 阿強的打死人聯合國民黨 搶319當天 你給他想說 他們的廣告車出來 我們的廣告車是一整排就停在台南市中正路 這樣 不敢動 誰敢動 因為中央已經下令所有 然後點著蠟燭 為陳水扁祈福 那時候我就說 嗨啊 嗨啊 我跟主委拜託說 叫大家回去休票 也不必坐在這裡嘛 就回家休票嘛 靠電話休票 不辦活動 我們打電話拉票 沒辦法 因為我知道 他做嫁的 阿彬的你說不是嫁的 我就說你嫁的 你說不是嫁的 又查出來 魯秀人也說希望查這個 是到底要打死丹水扁 要打死魯秀人 不是說我好事 對不對 不是 你就算是不管真假 我認為是假的 那你總是出來告訴他 我沒有事了 我已經安全了 都沒有吃皮肉智商 多多多 對不對 一直躲 躲到選後 邱宇人還一抹奇怪的微笑 很奇怪 不奇怪嗎 來 我想 剛才我可以這麼說 選舉的部首 大家不一樣的狀況 用不一樣的運用 這個人自己去決定 當然就是說 真相 選舉的部首跟真相 是兩碼事 真相是真相 選舉的部首是選舉的部首 當然那時候 我要說就是說 今天像川普這樣 我就是要選他兄弟而已 所以我不會打他 阿彬說我就是要選鮪魚肚 所以我不會打 你這是拿小命開玩笑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真相 坦白講這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們是嫁的 我們因為他是真的 當然就是說 後面 你說他的選舉部首 這個 這每個人不一樣 就是川普的部首 就是說 他喜歡你很好的 他就說 振奮 高喊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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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川普 如果他如果有辦法這樣決定 這是他的決定 但是這和真相 我也覺得他也是真的被我打到的 各位要回想一下 剛剛鳳鑫講的那個是有時間序 他就是後蔡英文時代的接班人 為什麼 是八年後的接班人 可是賴清德竟然在2019年出來挑戰蔡英文 所以才會產生了一個所謂大阿閣 就變成整個英系根全部就已經不再指望 而且也不願意讓賴來做接班人 好 那賴清德在2017年9月8號 他要來之前在8月底就在台南公告什麼 五缺 缺水缺電缺土地 就講得很清楚 所以鄭文燦才會想說 這溫通 解決工業用地 因為那個時候要歸於返鄉 台商回來找不到土地 所以這個錢一拿了以後 當時縱然賴清德要辦也辦不了 所以就變成什麼 養案 好 為什麼要養案 這個案是誰的手上 因為2017年這個案 他們弄了以後 在2018年就送到內政部 送內政部 營建署長是誰 就是現在國土署 不是營建署 國土署 就本來的那個 就是吳欣修 就是台南是賴清德叫上來幹署長的 這個案 一直到今天都沒有過 現在署長還是他 這個案的整個過程 賴清德是一清二楚 所以在2018年 因為官商勾結就在這個時候 2018年就是檢調已經 hold住了這個過程 吳宗憲告訴我 他扮到連調查官跟連政官 都被他們亂搞 他也辦不下去 那這些譯文曝光以後 誰通給鄭文營 就是因為你把譯文通給 人家在跟你幹嘛 金行的 錢財還回去才又立了一張戒句 這不是官商勾結 什麼是官商勾結 所以我雖然幫賴清德按讚 畢竟你敢辦政 就辦政文營不管動機如何 把黑金掏出來曬一曬 對台灣人總是有利 但如果你是用這個來對付你的政敵 那就不足為止 我是感覺看你不去 但是這是第一波 他辭了以後 我要跟大家說 你再回想一下 他準備要動他很久了 在2022年 2022年民進黨敗選的時候 就剛剛鳳欣講說 桃園是怎麼張善政的贏 第一時間賴清德出來定調什麼 敗選的最大原因 就是論文跟黑金 那個時候就已經把曾文營鎖定了 你們若然說我 我四月就講曾文營可能會有事 大家當時我在開玩笑 我真的跟六千塊不錯 神域值 然後第二波 現在你就要看 賴清德最恨的就是 你跟蘇貞昌 所以為什麼蘇小惠也跳出來 我跟你說 蘇貞昌你不可以沒事 清德兄要嘛就一次幹 幹到底 你又要預言 未來 未來就他們安插在金融機構 政府單位 還有檢警調 這些所有的人 他會一個一個拔 五二零卓榮太上海 我跟他講 過去八年的官商勾結 跟卓內閣無色 你看他在立法院 他休息的時候他起來說 你講這樣真好 我說但是你要辦 如果你不辦你就是包庇 所以他跟我講 我總質詢跟他說一定會辦 那五二零以後法務部長我來說 我說你們要不要辦這些官商勾結 他說一定已經分案在辦 那清德兄你最理解的台南是 你身為老市長 去年的3月14你回到台南說 你很痛心 為什麼 因為外面都講民進黨 現在是黑金 然後議員立委 你們腳趁整肌膜 台南市民都很清楚 這是你說的 所以要求市長立委 議員跟市民道歉 站起來 站起來 倒歉 但是到現在你沒有辦一件 你說那個立揚圖立91億 不是你辦的 那是在蔡政府的檢察官辦的 後面還有500多個案子 你要辦嗎 大家知道現在這樣 因為如果你只做人事鬥爭 但沒有實質從這些 你必按官商勾結去做偵辦 你就晚會我給你按一個讚 我常講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不是一個市政府 或者是鄭文燦一手就可以完成 他做了怎麼樣一個動作 看起來就是直達天廳 一條一直上去 這個人行會完之後 他馬上進了總統府 他看了總統府之後 總統府幫他發了一個文 那時候一個文上面清清楚楚的 那時候總統府的秘書長 吳釗蟹這個文下來之後給了誰 行政院那時候的秘書長 周同泰 這個也是清清楚楚的 然後這個文又一路到了內政部去 他講的是說從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把一個死案 變成活案的時候 從總統府 為什麼一路可以到行政院 到內政部 他就講的這是一個重點 事實上包括鄭文燦這個案子 為什麼有辦法壓七年 一個是桃園地檢署那邊的角色 檢察長 順道說法務部長 你看 所以這個案子 還會繼續往上燒 不是只有鄭文燦一個人收押的 當初是誰押的 然後包括總統府的 總統府秘書長的角色 到行政院秘書長 大概忘記了 這時候行政院秘書長叫做周同泰 是現在的行政院長 內政部這些官員 包括剛才林隆蓋先生講的 這些人都在 另外我再講一個 跟土地也是有關係 國昌也一直在追的 鄭文燦這個藤崎定位其實是哪 那時候有一個叫日圍紡織的 當初定位在莊農前 2017年 他去觀音區 金湖段買特定的農業區買多少 面區 面區48253萬坪 差不多4萬倍 你看這個 買的是特定的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就是平常都不能動的 農業區平常都比較不能動 特別是特定的農業區 根本不能動了 結果他買完後沒有多久 桃園市政府的2018年 把他送到內政部去結編 2020年23年就完成了 分期的這個變更就登記了 你看多純空把大 就剛剛鳳希在講的 不是只有目前這個案子 他有太多的 這個案子就是很明顯 也是內政部的 然後這個董事長 還是鄭文燦的大金主 也是民進黨的大金主 這個去查 所以每個案子都是一串 都是大肉粽 都是一串一串串起來 我拉回來講一下 王一串這個事情 王羲之到現在 他沒有跟我們交代 他監控我們小草 跟青鳥事情 到現在都沒有 他剛剛講說他報恩 董事長 他是那個桃園航空城的當署長 桃園整個航空城的 那個整個裡面 他現在也是黑木蟲蟲 現在也是檢調要查的 王一串現在不是你報恩的事情 你怎麼是訴訟 你也是被調查對象之一 我想我們都不能只用猜的 就是說什麼事情 事實是如此 我們就證據到哪裡 辦到哪裡 你用想像的就是說 你看這一次林士傑那個案子 那個火燒車燒掉了 那個查到了指紋 我們想說他一定有問題 結果後來檢察官查一查 無保釋放 因為證據不足 今天你要辦人家可以 你證據充足 當然這個到底最後 是是非非怎麼樣 我們沒有辦法 現在就妄下定論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你沒有證據充足的時候 你就不能說你就是犯暗難 你就是貪污 你不能這樣子講 其實對重劃來講 或者趨端徵收 你可以看到這幾年 像我們高雄 亞洲新環境的發展 這一陣子很獲得肯定 從成績市場到現在 台中也是一樣 台中從胡志強那時候 重劃地之多 可能全台之冠 當然鄭文燦這幾年來 坦白講桃園的開發 桃園的發展 尤其台北真正擁擠 事實上桃園的政績 也是大家可以肯定的 所以你就看我們認為 比如說你們認為說 鄭文燦沒有政績 但我們看來 鄭文燦在這幾年 桃園都發展真的是非常的好 他自己有他的正通人和也好 有他的桃園開發也好 這個都是正面的 我們這一件事情坦白講 我也不敢肯定說他一定怎麼樣 但是從政績來講 我們從旁觀感來講 鄭文燦的確是很獲得民心 你像那個桃園鄉 復興區 復興區 基本上那幾都是國民黨的 事實上在桃園 鄭文燦連任的時候 連那時候的區的區長 三個區的區長都站出來 現在的區長都民選的 連那個復興區 國民黨的黨部的主委 都站出來支持鄭文燦 而且他還說 他之前好像拿了27% 第一次選的時候拿27% 那時候國民黨區黨部的主委 站出來說 鄭文燦在這個地方要拿7成 但後來結果是拿5成2 我們從這些數據來看 跟從那個態度來講 你沒有做好 人家不肯定人家怎麼站出來 那都是國民黨的 區長 區黨部主委 都是國民黨的 人家還是站出來 我覺得謝國良有滿危險的 因為你看那個仇恨的動員 一波一波的跟上 我上次不是講到嗎 就是連我們的幹部 就是搭個公車下來 不是在基隆連署 連在台北都有 然後最近這半個月一直在往上升 你看有哪一個地方的一個霸媒化 總統帶頭去 中央 中選會的主委帶頭去 他現在標準跟你又是不一樣的 一直在加溫 一直在加溫 所以我認為現在謝國良有講 是處在比較不利的狀況 他如果他的不同意票 沒辦法衝到7萬6 因為民進黨這邊也是重溫動員 看起來他是危險的 現在國民黨可能也 老講要把謝國良自己的政績 要突顯出來 然後國民黨要能夠把強烈的動員 要不然老講真的是危險 我要特別提一個點 當家不鬧事 民主法是數人頭 不是砍人頭 我現在比較難過的是 民進黨真的不是只有對立法院 要摧毀立法院 整個台灣人那種善良的一面 幾乎是要被摧毀的 你現在看起來有沒有感覺 就從2月2月都開始 你現在發現 現在人裡人的對立非常的嚴重 民進黨我是覺得感覺好像什麼 好像在搞文革 文化大革命一樣 一直在挑脫那種人性的那種 最基本面 這幾天有發生一個大事情 大家想一下 從立法院開始在國會改革的時候 他們是什麼 先打警察 對不對 推做案來 72歲的這個秘書長 後來他們做什麼事情 選辦法修正他們搞什麼 像小偷一樣 四點都可以去開門 然後把你整個會場 把你贊助 還可以軟禁那個意識人員 我講一個內幕很重要 立法院最近有很多重要的 特別是像主秘 或者是高階的公務員 都申請要退休了 不要幹 因為不被你尊重 他本來一輩子在立法院做得好好的 能夠當到一個高階的主管 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現在被民進黨這樣子搞 你看你要開會 你那些意識人員怎麼做 各個委員會 很多高層的主管 像一個頭兩個大 你當家不鬧事 結果搞成這樣子 然後到最近他們做什麼事情 最近開始對在野黨 特別是對台灣民眾黨開始抹紅 上禮拜發生一個事情非常離譜 我們台灣民眾黨提了一個 新住民的基本法 這是照顧新住民的 你賴清德你在選舉前 一月一月份的時候 還跑去辦一個什麼 新住民在這裡的活動 說你要認同台灣的 就是這個土地的主人 結果對於我們民眾黨提出來 新住民的基本法 一路的杯葛 從委員會的時候杯葛到朝野協商 連名字都說你不准要用這個名字 要改名字 我們說要求要比照 你要照顧原住民 原住民一個委員會對不對 然後他本身在原住民委員會 客家一個委員會對不對 我們要求比照 現在新住民在台灣 也超過六十多萬人 如果把家人去照顧 已經上百萬人了 你為什麼不好好照顧他 你自己賴清德之前是這樣 結果一路打壓 不讓你用基本法這個名稱 連位階都不讓你用委員會 要降到失 要降一級 後來更嚴重了 我們朝野協商的時候 有說有笑對不對 出來以後馬上就開始貼文了 說什麼我們台灣民眾黨裡面 是什麼偷渡什麼 中國新住民的 什麼身分證的法言 跟幫中國人是偷渡福利的 然後開始抹黑我們的邁一針 說跟什麼統促黨 跟什麼 跟中國大陸有什麼樣的關係 氣到我們今天早上開了記者會 我就直接講了 民進黨現在是在搞不只搞鬥爭 在搞文化大革命 你省錢要人家的票 你講得多好聽 只要認同台灣的 就是土地的這個主人 賴清德 這是你嘴巴講出來的 你現在的立法委員 不管是吳思瑤 不管是蘇巧惠 出來抹紅 台灣民眾黨出來抹黑賣一針 你不撤外出職嗎 還是你鼓勵 你是鼓勵這樣作為嗎 你選錢這樣子騙票 騙完票之後一直要製造 心裡是什麼 看不起新住民 看不起陸配嗎 我們絕對沒有騙票 新住民權利保障法 我們本來也希望說新住民的權利 需要保障 你八年那個案子都沒有 我們提出來你們又 沒關係 還反押我們的案子 你講完了換我講 新住民權利保障法 就是我們要保障新住民的誠意 你們提出來了新住民基本法 那個其實是包括 你比如說包括陸配 包括新住民 如果要一樣就全部都一樣 如果要不一樣就全部 不一樣就是分別 你今天原住民 不是原住民 大陸新娘 當然大陸的新住民 跟一般的新住民 他們權利是不一樣的 你看大陸的新住民 他們連家人 父母親 直接選定可以來台灣用健保 其他的東南亞的新住民可以嗎 不行 所以你要一樣就同樣一樣 如果民眾黨希望說全部都一樣 我贊成 但是你不要說那一邊不一樣保留 這一邊要讓它一樣拉過來 你這樣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沒關係 新住民的基本法 我們都已經講了 我們根本沒有提到什麼 陸配的那個身分證的問題 這句話什麼 針對不同國籍或地區的新住民 行政錯失一例 這個有講到身分證三個字 你兩個眼睛看到有身分證三個字 那個基本法 你民進黨自己的案子裡面才有 民眾黨的民眾提到這個 我們新住民權利保障法 叫保障新住民 我們寫得很清楚 你寫這個很模糊 模糊就是涵蓋 涵蓋就有可能 包括我講的新住民跟東南亞的 跟中國的 大陸的就是不一樣 你要嘛就通通一樣 我也贊成 你們民眾黨如果也這樣子贊成 那我們來談 OK 好 這個部分是這一部分 我們也做一個澄清 就是說針對謝國良坦白講 我是覺得他是真的有點危險 因為罷免我算是經歷最多的 就是我們高雄有罷函 我們鳳山有罷解 包括陳伯偉的時候 包括現在的謝國良 事實上你說民進黨有沒有參與 民進黨的支持者一定有人參與 參與到什麼程度 你說每個黨都會有人參與 那很正常 陳伯偉報名的時候 不是整個國民黨潛潮而出 不是一樣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切的不要笑白的 大家都很認真的去面對現實的問題 當然謝國良 其實我也建議他就是說 你要 他可能也的確是要熱戰 冷戰我在判斷他一定會輸 熱戰雖然危險性很高 但是他可能也只能這樣熱戰 因為他在基隆選的時候這些政見 到現在的這些變化 包括他在基隆最近這一些 包括Net之間這一些事情 的確有不同的爭議 所以他如果要 他熱戰有一點點機會 看能不能保得住 那冷戰是一定會輸 如果這一次罷謝國良是有正當性 民進黨絕對會說是我們主導的 就是因為沒有正當性 他們連說是他們主導的都不敢 不要忘了去年的3月14日 我們的賴總統回到台南的時候 他講什麼 外界現在說我們民進黨就是黑金 對 然後為什麼他要 市長委員跟議員跟台南市民道歉 為什麼他把敗選定調是黑金跟論文 我說過 我說我在台南市聽到那麼多 各位不要忘了賴總統聽到的比我更多 他甚至要組閣的時候是直接打給閣員 他的很多人都還在台南市政府任職 如果不是黃偉哲把他啪啪 說怎麼總統來要誰要誰 應該我請卓龍泰組閣應該是請你去找他才對 他不是他就是直接操控直接聯絡 我太理解他了 我說這好 因為過去他在台南我對他所用的用人 任何一個我都從來不杯葛 可是所有你用的人出了問題 就是你要你的責任 這很合理對不對 你當總統你願意站到第一線也很合理 所以當他在台南市為什麼去年大概三年前應該是三年前 他就告誡他身邊的立法委員光電不要碰 所以為什麼他會辦 我為什麼一直認為他會辦 就是他告誡他身邊的人光電不要碰 那就表示這光電是很複雜 有各派系的人在碰 而且利益太大了 我跟大家報告那個利益不是幾十億幾百億 是幾千億 我們台南是22個縣 我們台南是所有光電面積佔了40% 所以我那一天跟經濟部長講 你不要被柯建民請去找一頓飯思想改造 你回來就改變了 賴清德要你出來當部長 就是要你去打破他的神主牌 結果你又回到擁抱神主牌 那我就找完美花就好 我為什麼要找你 一個人才你就這樣浪費掉 我說你有沒有回屏東去看一看 他說有 我說你屏東現在這個光電已經快要迎頭 趕上我們台南了你知道嗎 所以整個88槍發生的時候 賴清德你不清楚嗎 你很清楚 可是你身邊一直要把他推給王文中 推給說他王文中跟國民黨關係很好 你在1分40秒的演講裡面 講了八次文中兄 文中兄 文中兄很好 為我們學甲思慕雨多麼努力 你忘了嗎 那我去拜訪他三次 你就說王文中跟李全教第一好 我一叮你你就說那跟謝龍介是第二好 你怎麼變這樣 法院一審判了88槍判了 法官寫得很清楚 有幕後直屬人不然不是王文中 現在幕後直屬人你們不查 你們不查 有人直屬 好那隔了一段時間又開了10槍有沒有 開了10槍那個去問記者問 你為什麼開10槍他說沒有 因為這個工程比較小 工程比較小 就那個土方 土方的工程為了地方為了爭那個 你看他太陽能把那個機裝藥打了以後 挖上來那個土方而已 這樣就可以開10槍 再來一直到林氏姐被槍殺 你說台南沒有亂嗎 你還好意思講你治安第一名 我聽說我自己做台南 我起來做節目我會做漏氣 我也覺得很抱歉 那你要真的辦 你也手一手 然後你去搞罷免 我跟你講當時你234天沒有到議會 我就應該發動罷免你 我沒有這樣做 那你不是拿著民主在反民主嗎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對賴清德有所期待 因為從他在永華路發生的那三個人 年輕朋友被挨打毆打他以後 我要再慎重講一次 你不要講說你選擇原諒 你到高院你出庭的時候怎麼講 你說你那麼辛苦 他們對你下這麼重的重手 你要求法官重判 你什麼時候選擇原諒 你講的都做的都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我們對你的期待 我說你的人不是這樣 就好那你現在說要辦 你能不辦嗎 我跟你講整個台南市 這一些牽扯下來的光電誰在弄 重點還不是這些 這些都不是錢的問題 真正的錢是第一手人家賺 我跟你講這土地 我跟妳買兩億 我跟地主買兩億 十公頃 農地買賣是不用繳稅的 105年以後持有才有兩歲合約 幾乎全部都是105年以前的 他實價登陸登陸六億 所以為什麼金融一路開綠燈 他可以借四億五千萬 你成本只有兩億 就等於一搬下來就中兩三億在手 所以起訴那個公司 為什麼資本額十萬 四年以後會變成四億 資本額 我們的錢就是這樣 因為被搬走了 我問法務部長他說分案 我說得這麼清楚 怎麼可能沒有官商勾結 兩筆 先行 我問法務部長 請經典 已經被搬走了 感谢观看